下一线东石港外海 今天上午有一艘渔船发生了火烧船的意外 九名的船员弃船逃生 被附近渔船救起来 海巡人员获报到场去救援 结果整只船烧得面目全非 还好九位的船员只有五个人受到了轻伤 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海面上一艘渔船被大火吞噬 不断冒出浓浓黑烟 整艘渔船烧得面目全非 海巡人员绑着灭火 原本有九名船员在船上作业 统统在第一时间跳海求生 两位 三位 九名船员全身湿透 幸好没有人受伤 这艘渔船原本在嘉义东石外海作业 却突然发生火烧船 船员对外求救之后 跳海求生 被附近的渔船救起 渔船在东石外海 十一海里处疑似引擎故障 起火燃烧 火势才一发不可收拾 当贫留米的时候 人去救的时候 火一定倒下来 倒下来 我们没火去 水 在那里冲 没法倒来 幸好船长近期让船员逃生 只是整艘渔船烧伤 幸好九名船员 只有船长受到呛伤 另外四名大陆渔工 一名印尼渔工 受到轻伤送到医院治疗 另外三名渔工没有受伤 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谢谢侯国文 嘉义报道